超级猛禽F22大升级 加装红外吊舱Link 16 头盔显示器也正在路上 作为全球首款五代机 F22已经服役多年 虽然性能依旧吊打四代机 但是与F35相比 F22的电子设备与航电已经落后 并且侦查手段有限 数据店也不如人意 美空军已经打算退一批叫旧的F22 不过在研制六代机的当下 美军为了平衡新机开发预算与机队战力 选择继续升级F22 为其加装红外吊舱 并改善数据链通信能力与感知系统 那么F22本次升级后 性能会有多大的提升 美空军是否还会退役F22 在8月底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宣布与雷神公司 达成一份价值11美元的合同 主要内容就是提升F22的沾搜能力 强化其生存能力与消息互通信 翻译一下就是升级航电 另一个16数据电 并加装红外吊舱 F22的升级工作将在德州 麦金尼进行 计划于2029年5月8日完成 同时在美国国防部 2025年的预算需求中 也提到了有关F22的其他升级 包括Mode 5 敌我识别系统 多功能信息分配 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 先进的雷达电子保护 更强的GPS惯性导航模块等 而且美军已经使用40年的 HGU55P头盔 也要被取代了 F22的新头盔正在路上 或许就是F22 信心念念的头显 毕竟F35 F15 F16等战机都已经用上了 也不能让F22等太久 那么以上这些升级 能给F22带来多大的提升 F22的性能的确很强 航速隐身性能无可挑剔 问题在于 服役时间稍微有些久了 总体性能稍显落后 比如侦搜能力 在服役初期 五代机就只有F22一款 到了2024年 稍微有点实力的国家 都会研制五代机 在五代机的空战中 红外传感器的作用 比雷达更大 而F22没有装备 如果使用APJ77 很容易暴露自己的坐标 为了保证作战能力 美国就计划 为F22假装红外掉舱 那么为什么F22 不像F35那样 在机头下方 安装光电瞄准系统 战机的主要传感器 有三种 分别是雷达 红外和无源探测系统 作为美军第一款五代机 F22的APJ77 性能比F35的APJ81更强 只是技术有差距而已 至于红外传感器 F22就没有这东西 美军设计F22的时候 对红外探测不够重视 就没有装备红外传感器 而且美军也没有想到 红外传感器的作用 会越来越大 实际使用时 F22的APJ77 雷达相当强 但是只要往外辐射 电磁波 很可能会暴露自身坐标 随时招来敌方导弹 相比之下 红外传感器 无需发射任何信号 仅被动接收目标的 红外辐射 可以让F22 在不开启雷达的情况下 获得目标的位置 在现代空战 特别是五代机的对战中 红外传感器的重要性 甚至比雷达还要高 于是美军为F22 准备了红外吊舱 即使这样 会影响隐身与超音速性能 至于集成光电感知系统 不是F22不响 而是不行 F22设计于20世纪70年代 彼时正值冷战高峰期 美苏两大军事集团 在欧洲剑拔弩张 因此F22就被设计成一种 可以从欧洲腹地 突袭东欧 多取之公权的空游机 由于作战空域比较狭窄 对航程的要求不高 速度才是重点 FR为了减少阻力 提高推重比 机体非常紧凑 没有多少冗余空间 可供升级 此外 因为设计问题 FR还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腿短 在全程超音速 不携带油箱的情况下 FR的作战半径 就只有760公里 在太平洋地区作战时 这点行程完全不够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美军还为FR 加装了隐形复油箱 能在飞行过程中抛弃 从而恢复FR的全部性能 不会对雷达的反射面积 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红外吊舱 与隐形邮箱 美军还为FR 准备了航电大礼包 就性能而言 FR的APG77 要比F35的APG81更强 二者主要是技术上的差距 比如机载计算机的 任务处理能力 对战场的感知能力 并且F35的数据共享能力 也比F2更强 F2的Link 16 只能接收数据 另一条专用的 IFDL数据链 只能作用于F2编队内部 无法与F16 F15 F35等战机相互通信 为此 升级了F2的航电 以及Link 16 对于美军而言 研制F35的目的 就是为了弥补 五代机数量不足 F2的单价太高了 2.7亿美元一架 即使是财大气粗的美国 也顶不住 在购买187架F22后 就停止继续购买 并另求新婚 也就是F35 F35配备了 与F22相同的 所有空对空模式 雷达技术更好 并且包含了 高分辨率地面测绘 先进光电瞄准系统 以及定制设计的 SQ239 缩子鱼电子战系统 这些为F35提供了 360度的态势感知能力 相比之下 F2仅仅是一款空有战机 再复杂的 现代战场 感知能力与生存能力 都相对较弱 美军升级航电 也在清理之中 可惜的是 美国国防部 并没有具体说明 升级内容 至于升级Link 16 数据店 霍雷精认为 美军这是要为F2 准备完整版的Link 16 就像F35那样 F2当前的Link 16 属于残缺版 数据店是单向的 只能接收数据店中的资料 而不能通过Link 16 向有机传输信息 另一条专用的IFDL数据店 只能在F2编队内部使用 美军给出的解释是 F2使用Link 16 发送消息 会影响隐身性能 并暴露自己的坐标位置 虽说事实的确是这样 但是这个问题 极大的影响了F2 与其他机型 协同作战的能力 在很多时候 F2都是美空军内部的 独行侠 相比之下 更晚服役的F35 不仅和F2一样 有一套内部沟通的 专用数据店 而且还配备了 完整版的Link 16 所以F35偶尔还能 充当预警级 指挥其他机型作战 F2却做不到 于是在本次升级中 美军特意升级Link 16 并为F2配备了 多功能信息分配 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 让F2不再局限于 接收信息 也可以利用Link 16 F35 F16 F15等机型 进行双向通信 对于F2这种能力 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毕竟由于无人机的出现 F2的通信问题 并不是不能解决 完全可以让一架 无人机充当中级级 使F2与其他战机通信 在之前测试中 美军已经通过 女武神XQ58A 成功连接F2与F35 此外 F2的敌我识别系统 也会升级到MOD5模式 这个算是目前北约的标配 在2020年的时候 MOD4模式就被北约下线解密 MOD5模式与MOD4类似 对问询和应答信号进行加密 以及随机生成 问询和应答之间的实验 敌我识别系统的功能很好理解 简单来说就是你问我答 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能同时回答 所以需要实验 不过与MOD4 一用一整天的密钥不同 MOD5的密钥 随时都在重新生成 破解难度大幅度提升 目前北约国家的军用装备 大多数都采用MOD5模式的 敌我识别机制 除了软件上的升级 FR也会迎来硬件升级 比如新头盔 2023年的时候 来自埃格林空军基地 第43战斗中队的FR飞行员 就已经开始测试新头盔 NJFWH了 美军更换头盔 火力军并不是很稀奇 HGO55P实在是太不好用了 美军固定义飞行员 不便存在颈部和背部问题 虽然HGO55P的重量只有一公斤 但是飞行员在进行高级飞行时 这个数字会不断增加 HGO55P没有通风设计 舒适度极差 调节选项也很少 在加装设备时 甚至需要用电钻 鉴于以上这些缺点 美军军创新工厂 AFWERX发起头盔原型竞赛 从而提高飞行员舒适度 并优化装备 LIFT基载技术公司 赢得了NJFHW竞赛 就目前来看 如果NJFHW头盔测试顺利 LIFT就会开始生产 并且分阶段交付NJFWH 首先配备F15E 对于F2而言 头盔的舒适度还是小时 问题在于 NJFWH后续能否集成头显 当前的先进战机 比如F35、F16、F15等战机 都已经配备头盔显示器 可提供高分辨率的图像 可以显示飞机飞行状态监控信息 比如速度、高度、航向等 而作为全球首款五代机 F2却一直没能配备头显 毕竟研制年代太过久远 系统比较落后 而且F2的座舱盖 在形状上经过优化 可以保持低颗观察 这就导致空间稍微有点小 佩戴GH MCS的飞行员 没有足够的运动范围 和最小的能见度 后来美国还测试了 法国泰里斯公司 研制的光电感应 蝎子单眼头显 但因为航电的问题 测试已失败告终 目前还不清楚新头盔的尺寸 是否已经缩小到 足以兼用F2做舱盖 不过既然航电已经进行升级 那么蝎子单眼头显 是不是又有机会了呢 至于美空军 是否会退役F2的问题 火力军的回答是不会 F2战机纯粹用于空战 与F35战机 能对空对地的综合性能相比 略不受美军青睐 加上后勤妥善 与维修经费太高的缘故 美空军希望退役较旧的 32架F2 但国会并没有同意 按照美国国会政府问责的报告 空军退役这批F2 会导致具备作战能力的F2 发生额外的操作 训练和测试任务 并且带来难以预估的破坏性后果 同时由于NJAD的多项先进技术成本高昂 美空军已经放缓研发进度 选择升级F2战机 以保持战力 总的来说 就美空军当前的情况来看 F2目前还没有替代品 并且它的性能 也足以负担制空与其他作战任务 讨论退役也太早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F2的本次升级会配被投险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霍丽君 下期见 今天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位置 感谢观看